由经济部商业司所举办的幸福巴士购活动 在3月1号上午在英哥商圈举办首次发车的记者会 到8月底之前将发动2000车次 希望能够有效刺激民间消费 为了提振民间消费 经济部特别提出幸福巴士购计划 从3月1日开始以巴士一日游的方式 带领消费者前往台湾各大商圈参观消费 其中第一站就来到了台北县的英哥 台北县长周习伟表示 幸福巴士这次以陶瓷艺术文明的英哥作为首发站 证明了英哥的观光产业深具魅力 非常谢谢行政院幸福巴士购首发团 全台湾第一站到英哥 跟院长报告跟部长报告最明智的抉择 因为英哥跪及了全台湾最多项目的艺术家 最好的艺术作品都在英哥 所以要shopping当然要买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艺术品 幸福巴士从3月1号开始到8月底前将发动2000车次 横跨全台各地的路线 参加的民众只要花100元就能上车 天链新闻省就能有贵 北线采访报道